那我问一下俊豪,俊豪是刚刚回台湾,这个暑假你都在这一次的香港的抗争活动当中 对,其实好像主持人说我刚才回到台湾 在八月的时候其实就是香港自卫的游行里面是最大的一个转捩点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警察在使用这个人群管制武器已经变成所谓的实弹的使用 所以其实可以看到现在无论是香港市民或者是香港的所谓没有立场的民众 他们都会觉得说现在我们已经不是所谓的蓝白,蓝黄之分了 已经所谓是黑白之分 之前我们争取的是一个政治的诉求,我们争取的是民主,争取的是一个普选 但现在可以看到从白衣人这样子黑色位去攻击市民 从这个831黑警攻击市民去这个的地铁站 我们就可以看到现在两支是很重要 如果我们没有两支的话 其实我们就跟这个行事走路是没有两样的 所以其实我会觉得说现在8月31号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转捩点 如果8月31号它这个大微步是没有发生的话 其实没有这么多的香港人会在今天,后天,明天 出来上街游行进行罢课 我们可以看到 所以俊豪你讲的是上个礼拜五包含黄之风周庭都被逮捕 你担不担心你抗争的过程当中被逮捕 昨天还有传出来有一个香港的侨生 东华大学的女孩子也被逮捕了 其实绝对不担心 已经有这个准备了 我可以看到现在无论是议员或是说政治人物已经被逮捕 但这些被逮捕的人背后有多少我们不知道的市民被逮捕呢 其实尾数可能已经有三千人了 所以其实 听说昨天逮捕六十多人其中最小的只有十三岁 对 你这次抗争过程当中遇到很多十多岁未成年的小孩吗 其实我很多朋友包括我的学弟 在我中学的学弟他们也 都抗争 对,组成一个团队出去抗争 无论是在前线或是在文酸组啊 或是在后面的物资组 他们都会有这一个 分工 对,会有一个分工去负责帮助这个的运动 所以其实以我这个为例 其实我十四岁就出来去上街游行去进行罢课 所以无论是现在十三十二岁出来上街游行已经不稀奇了 已经不稀奇了 但我们要反思一下为什么这么多的这一个小朋友 小孩子要出来上街游行 上街游行不是大人的责任吗 上街游行不是大人要争取他们小孩的诉求 小孩的自由 所以才要上街游行 为什么要到这一个小孩 我们就可以看到小孩子连现在自由的空气也是没有办法去感受到了 如果小孩子都要出去上街游行 那是问我们这些比较年纪大的 或者是说我们的爸爸妈妈有什么资格不出来 有什么理由会觉得说现在被攻击的市民是合理的 好,我们稍后离开回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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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